我们来看一下这套题 那这套题考察的是 是如何使我们的虚拟存储系统 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一些欲求的作用 我们知道对于虚拟存储系统而言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主存傅存空间 统一的编值 那么它有效地扩展了我们的主存空间 但是这个东西对于用户也是透明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虽然我们使用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它是由于虚拟存储系统 所以才有这么大空间 我们就认为我们的主存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这个叫对用户也是透明的 那么它的原理呢 是这个程序的局部性原理 所以这套题的正确答案呢 选择这个C选项 我们所运行的程序 应该有比较好的这个局部性 那看这个A选项 它说不应含有过多的IO操作 那这个IO操作的话 是和我们后面要学习的这个中段有关 那么中段和我们这个虚拟存储系统 能不能有效的发挥起作用呢 这两个呢 是风流马不相关的问题 就是它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A选项是可以直接排除了 它说B选项 大小不应小于实际的内存容量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我们现在的程序呢 都是多程序并行 就是说一个内存里面 其实是装了好多段程序 所以说即使你的这个程序的大小 就是说小于我们的一个实际内存容量 但是由于多个程序进行并行的原因 所以其实真正你这个程序所分到的内存的那一块的容量 其实往往会比你整个程序还要小 所以它也是能够有效的发挥我们这个虚拟存储系统的作用的 所以B也是错的 它说顺序执行的指令不应多多 很明显这个就违反了我们这个局部性原理 那我们的局部性原理要求我们的这个 指令的这个最好是可以顺序执行 而不是一直跳转 一直跳转就违背了我们这个局部性原理 对吧 所以这D也是错的 所以这套题的答案呢 选择这个C选项 这套题讲解结束